开罗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地上万人上了界 埃及的这个你看街上这些个示威的人群当中啊 半数都不到30岁 这是记者观察的 有人就举着那个手画的大学毕业证书 要工作 这一下不就让人想起突尼斯了吗 突尼斯那个导火索呀 那不真是导火索吧 自个儿给点了的 就是那个大学生毕了业找不着工作 不阿吉吉嘛 不阿吉吉把摆一什么水果摊 结果呢 被几个执法人员把摊给掀了 把人给打了 不阿吉吉啊 把自个儿给点了 其实还不光这一不阿吉吉 突尼斯的事 他们说当时突尼斯啊 还有人爬电线杆上出电自杀 引发的突尼斯的花 国花叫茉莉花 这不叫茉莉花革命吗 当时就有人预测 说突尼斯这茉莉花 它会引发阿拉伯事件 阿拉伯世界啊 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 谁承详 马上第二张骨牌 就是埃及呢 以至于在埃及 示威队伍两边都能见到 这么一个细节啊 有人跟他们传授 突尼斯的经验 大家这个纷纷表示 突尼斯行 我们也行 me too me too 来这个啊 就把很多突尼斯 怎么怎么玩这招啊 埃及也这么如法炮制 你看啊 这事是怎么起的 我开头埋一幅笔 说那个歌宁的那个网页 歌宁呢 是个年轻人 他这个网页啊 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开的 他为什么开呢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在埃及有一个27岁的商人 也不知何故吧 反正在咖啡馆里 就被这个警察拖江出去 暴打致死 那么这个歌宁 他就是路见不平 所以就一月份呢 就在这个网页上 披露这个事 顺带着他也披露一些 这个警察的这种腐败现象 然后就有很多人呢 就上这个网页看嘛 很多人这个留言呢 跟帖 你看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说是半月之间 一月十四号 本阿里 让总统飞 头一个飞 好 一月二十五号 这段时间 大量的人就上歌宁的这个 这个网页 然后到一月二十五号 中置酿城 这么多的成千上万人 上街 示威 他们打出这口号 就是 高失业率 高食品价格了 高贫富差距了 这些 那么就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这当了多少年的总统啊 在埃及 他几乎就是总统的代名词了 所以这个人们都用到什么呢 网上有一词叫跪求 可是这次是 不是网上啊 是真正的集体下跪 就是这些 呃 示威的人群啊 集体下跪 就是 求求你老母 下下下下 事情发生之后 奥奇的警察出现在游行的广场周围 维持秩序 游行开始还算和平进行 但后来却起了冲突 警察方面又是发射催泪弹 又是用水炮 最后游行变成了双方在街上追逐打斗 要知道这事怎么在埃及向天翻地覆 你就得知道穆巴拉克在埃及是什么概念 埃及前个总统萨达特 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穆巴拉克是埃及人民灵魂的代表 那么你矛头直指穆巴拉克这还了得吗 所以埃及官方当即宣布 抗议活动非法 然后呢 警察抓人 甚至抓了那个 就发帖子那个歌宁在内的 那么一批人 听说前后啊 抓了得有上千人之多 现在啊 老有人说 说埃及这个事啊 是从网络上闹起来的 这到底是不是呢 也有人说 网络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 因为呢 一开始 甚至穆巴拉克本人可能也认为啊 这是网络闹的 然后呢 这个官方开头就是屏蔽了几个 外国网站 终止了手机短信服务 但是不是有些人他会翻墙吗 那么到后来就干脆 终止了互联网服务 那么你翻墙 你都翻不了了 这就抓了这么一大批人 你看 按说这个该消停了吧 但是没有 26号27号 这个活动啊 这个运动啊 这个这个示威啊 越演越烈 导致这个国内啊 混乱局面 冲生了 你看有报道说啊 埃及管那个古文物的那个官员 大出来讲了 说已经有人从房顶进到咱们这个博物馆 打碎了那个柜子 抢走了一批珍宝 哎 还有报道说 埃及民族民主党的这个总部大楼 被烧了 甚至还有报道说 开罗上千名囚犯越狱了 后来还有人说 有人那冲到咱们博物馆 割了木乃伊的脑袋 抗议活动爆发三天后 28日 乌巴拉克发布消禁令 宣布在首都开罗 亚历山大和苏伊士三座城市实施消禁 时间从晚六十至四日早七十 在发布消禁令的同时 乌巴拉克下令军队控制城市的主要街道 29号凌晨 数十辆装甲车和坦克开进解放广场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呢 士兵表示不开枪 CNN的记者报道说 说抗议的人和士兵一块爬坦克上玩去了 说甚至有一个抗议者还把士兵扛起来 这系细虐的嘛 哎 耍起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看 直升机就在天上盘旋 装甲车就在这个广场拒守 可是呢 仅此为止 没有进一步的驱散行动 接下来就看到 穆巴拉克 座长部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要求县政府辞职 可那些抗议者不买账 他们这回这要死磕了 就目标直指 号称埃及人民灵魂总代表的 这老穆 就要跟你弄 那么这个局势就是 坦克和士兵在街上 呆就观望 那么抗议者们 帐篷都搭起来了 就准备都打持久战 那么军方怎么说 2月1号军方表态了 说我们不用武力 来对付示威者 什么保障 公民用和平的方法 发表意见的自由 穆巴拉克你怎么着 你就看着穆巴拉克 这个电视讲话 真是一步一步 又上电视 讲话去了 这讲话又是这个口风 说你看 9月份 我就任期借满了 我保证不连任 不但我不连任 你们担心我儿子吗 我儿子也不参加竞选 这行不行 然后呢 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这个穆巴拉克 那只还流露出点 陶渊明的意思 就说 哎呀 我早已厌倦了 厌倦了 这一切厌倦总统的职位 我就想辞职了 我就不想干这个了 但是 但是后边又流露出点 涌挑动担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你看 我不是为我自己 如果我现在辞职 整个国家会陷入混乱 可是到这个时候 那些个抗议者 已经信不过他了 要跟他不依不饶 半个世纪前的一次叛逃 从此他成为朝鲜反美的宣传工具 信仰发生转变的同时 他的人生又经历着怎样的磨难 一个美国大兵 叛逃朝鲜的神秘故事 天虚里特约之 今日看世界 星期一 凤凰卫视中安台 妈妈用 女儿用 妇科炎症 花红片 希望2011年处处都是奇迹 腾讯微博 世间繁华万象 不如家中 一盏晚光 世界再好 不如家好 好品质 住好家 隔离地产 其实埃及也不是全都反穆巴拉克 2月2号 骚乱第九天 街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群人 举着穆巴拉克的这个画像 向这个街头进发 打着这个大字的这个标语 标语上写什么呢 穆巴拉克 我爱你好像粉丝见面会 就是 就叫拥护 穆巴拉克 这你不就跟这个那帮穆巴拉克的抗议者们 都打起来了吗 但是双方各自都有理啊 有一名五六十岁的老兵啊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就说了 说呀 他们反穆巴拉克是要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穷困的战争国家啊 30年前啊 老兵的一口四天了 说30年前 我是什么人 我整天为了一块面包冲击而挣扎 可是30年后